我有很多的感受 从今天晚上四位协会长的一席 每一个人的分享 他们实际走过的信仰的实践 其实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 都非常的感动 那我从几个面向 先来说我所看到的 第一个就是今天的语谈人 在线上的四位语谈人 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身份背景 他们有不同的应该说社经地位 他们的学历各有不同 他们的遭遇当然有很大的落差 有男众有女众 这里面我看到了 我们正在如大师所说的 佛陀平等的思想 其实在我们这个团体里头 是被落实的 这个平等的落实 可能各位觉得稀松平常 但是佛教走到今天 2500多年来 能够把佛教落实 不轻视任何一个众生 而且我们把他们每一个人 都当成老师一样 今天来聆听他们的分享 其实在我们内心里头 是一个不轻视任何一个人 而且他们每一个人也都如他们每一个走过的路 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的精彩的实践的故事 所以他们既在印证着西云大师跟我们提倡的平等法 但是他们也在印证的 因为众生平等 每个人都可以走出对佛法不一样的领悟 可是这个领悟他们有个共同点 都是让我们的内心的更加的自由宽阔 扩达 我觉得今天的角色四个人 其实他们也都是我们每个佛光会员的缩影 在我们佛光会员里面 各位每个会长所接触的 有可能就是学士很高 有可能不识字 有可能社经地位很高 有可能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 甚至家境非常的困难 但是无论如何都是我们的信徒 都是我们的会员 如果我们打从心里头 用平等不轻视任何一个人 他们将来就有可能 是今天我们在线上的 这四个人的代表之一 就是说这个平等的不轻视 让我们也造就了 你都想不到的未来 每一个优秀的人才 直到我们再看到林洪璇 今天这样的表现 其实你可以想到 他的背后 当然我们可以听到 他是很努力的 从非常过去不堪的一些背后 但是走到了今天 我们也看到原来高墙内 每一个众生都有佛心 当我们知道了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其实我们也就在创造的每一个人 无限的可能 所以这样看起来 我先从今天四个人物的代表 我想告诉大家 不要轻视自己 不要小看我们会员里面的任何一个人 也不要轻易的放弃 任何一个你可能不太喜欢的会员 因为当我放弃了 也许他的一生就再也没有更多好姻缘 来走上这个佛道的时间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我们常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我加入佛光会 很多人说我是为求法而来 我到底有没有佛法 今天这个晚上 从每一个人的语言当中 是那么样的自然 就是在分享着他们的故事 我相信各位听完之后 所谓的能力的背后 都充满了无限的愿力 也都充满了无限的佛法 当我们听到爱语 当我们听到沟通 当我们听到忍辱 当我们听到善观因缘 当我们听到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原来门槛不再是门槛 而是通向一个无限可能机会的一扇大门 你想这些怎么不会是佛法呢 每一个人说的都是佛法 而这些佛法都是透过他们的生活的实践 他们听闻佛法之后 做一个会长 然后在团体里面去不断的去实践 然后他们今天讲出来的是实践之后的佛法 你能说我们来到这里为求法而来 他们得到了佛法没有 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听完这些话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 这是每一个人在实践佛法之后所印证的佛法 我们是为求法而来 可是我们真的也在实践当中得到了佛法 所以从现在起 我们不能再说我们好忙哦 我们没有佛法 而是应该说我们在活动当中 或者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去不断的实践让我们更贴近于 我们所理解 佛法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而这就是人间佛教 这也就是幸运大师 开创一个这么美好的佛光山佛光会 尤其在佛光会这个平台里头 让我们每个人都真的是为求法而来 而为实践 在佛法的实践之后 说出来的那个活泼泼的 那个活生生的 让我们可以讲出来 感动了自己也感动身边的人 其实我刚才也是第一次听到 这个一节 这个在他本来是要选他 结果后来这个落选 我相信那个内心的那个反差是很大的 他后来是怎么样度过 他在叙述的那个过程里头 我过去也听过 只要本来选谁 后来在现场突然间翻盘 那个人会感觉非常没面子 后来就不来了 怎么劝都劝不回来 我相信刚刚讲一个 我们其实文会说 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贪嗔痴 其实确实 在这个坎好了 这个门坎的这个坎 当中其实也看到我们自己的贪嗔痴 不容易超越 但是也就在我们那个要越过的那个过程里头 去更深刻的体会原来佛法的美妙就在这里 当我越过了 其实我也就超越了我自己 其实那个那个进化的力量 进步的力量 是我们都后来再回想起来 是让自己真正更加的自由 更加的宽阔的一个更重要的来源 所以佛光会是一个可以说一个掏链 我们对佛法理解实践 然后验证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平台 但是我们最后都回归到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愿力 宏玄是一个对这个在因为透过愿力 而超越了他自己无限的业力 比如说这个业力 有了愿力之后 其实业力也不可怕了 因为他不断的在愿力的实践当中 他真的也就实践了所谓的无我 而也在无我的这个体验当中 他慢慢的也远离了那个所谓的苦 所以我觉得他们一次一次的 都来跟我们做一个印证 所以我今天最后我想说的是 当我们会长们经历了一场法宝节 喇叭粥 我们在吃一碗喇叭粥的时候 有一天当你成为都岛 你在吃一个喇叭粥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我不敢小看任何一碗喇叭粥 因为这个这碗喇叭粥 它代表的是好多好多的人 可能清晨就曾经的自己 半夜爬起来要准备这些料 要煮给人家吃 这碗喇叭粥代表的是无限的 多少人在这里面的祝福 那当然我们要递送一碗喇叭粥 给更多人的时候 其实它也不仅仅是 所谓的喇叭粥了 它是我们真正打从心里头 是法宝节 庆祝佛陀 这一天给予我们真理 让我们一个满满的欢喜 我们要供养给十方大众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工作 还是看到了满满的祝福 我相信我们打从心里头的十件佛法 这碗喇叭粥就不再只是一碗喇叭粥 而是满满的十件佛法在里头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我们以后也不应该轻视任何一场活动 因为在每一场活动当中 只要我们善观因缘 他就是接引许多更多的人 还在外面徘徊的人 有机会走入这个佛门 找到他自己回家的路的无限可能 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场活动 因为他就是接引更多人来认识自己 找到回家路的因缘 那第三个 不要错过任何一场学习 因为我们的有限 还有我们常常会陷入自己的烦恼 但是当每一次的学习 他总是会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观念 或者更多的突破 或者更大的激励 我相信在佛光会的这个平台里头 我们大家都不要错过任何一场学习 然后最后不要轻易的放弃任何一场会议 我过去听不懂 师父说会议是一场共修 可是我慢慢的 我发现到确实 当我们看到了每一个提案 在提案的内容 如果我们仔细去想 当我不知道怎么发愿的时候 每一个提案都带着我们发愿 都带着我们让这个是社会更加的美好 所以在我们眼里 提案的这个每一场的会议 其实都在督促着我们 让我们的愿心更大的 更宽阔 然后呢 更能够现在比我过去更加的进一步 所以呢 我相信跟紧佛光山的脚步 还有我们这么多的住持当家 对我们的爱护 以及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佛光会大家庭里头 真的加入这个大家庭 我们今生没有白来 我们要再次的感谢 我们的创会会长西文大师 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大家庭 也要感谢所有身边每一个姻缘 我们每一个法师 以及哪怕是我们任何一个会员 没有他们没有办法成就 哪怕就是一碗喇叭粥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